朱丹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将张子怡搭讪男人的手段暴露无遗 其实不怪朱丹防备心这么重 毕竟众所周知 张子怡的手段有多厉害 她前脚刚在综艺上对周一维表露了心气 后脚便立马动用自己在圈子里的人脉 让周一维出演她新剧中的男一 两人不仅在剧中你浓我浓过足了瘾 在剧外的互动也是甜到发猴 张子怡会称周一维是最好的礼物 我带了个礼物来 苹果 也会化身小迷妹 捏着嗓子为其鼓励加油 周一维也是乐在其中 在接受采访时更是大方承认 与张子怡很是同频共振 就是我觉得我很愉快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跟我频率相同的人 这个很不容易 我觉得最大的火花就是我跟子怡很投缘 也正是因为综上种种 朱丹才会对其严加防备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忌惮张子怡的人还不止朱丹一个 张曼玉也身在其中 当年张一某本来开出双女主的条件 邀请张曼玉与张子怡前来出演她的电影 可在拍摄过程中不知出于什么缘故 张曼玉的戏份竟被删减了许多 后来直接沦为了张子怡身边的陪衬 不过此次她暂且还选择了隐忍并未与其计较 直到后来两人再次合作电影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后 张曼玉这才忍无可忍 直接对外撂下狠话称 从今往后再也不与张子怡合作 即便后来两人再次在颁奖典礼上相遇 张曼玉也是宁可悲伤不给刘德华面子的骂名 也不愿靠近张子怡半步 由此也不难看出 她被张子怡伤得究竟有多深了 袁玉绝对是张子怡职业生涯中最害怕的人 我很久没看袁玉演戏了 你是不是好久没演戏了 是 多久了 两三年三四年五六年 不闹不知道 今天 因为我去做公益了 我一个连钱都算不明白的人 我得发工资 我得管员工 我得下乡 我得把账弄准了 怕万一弄不准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呢 眼前这令张子怡哑口无言的一幕 出自2017年的某档真人秀综艺中 彼时沉寂已久的袁玉 看在节目组多次邀请 并且还打了包票的份上 才登上了这个舞台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后面发生的一切 竟会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当天 袁玉表演完毕 按说接下来 他只需等着评委说两句话 走个过场 便可直接晋级 不曾想 评委们最后竟会一致将他给淘汰出局 甚至还接连对其进行言语攻击 起初袁玉还算是好气 有一句没句的向他们解释着 但在听到张继一暗讽他不会演戏后 袁玉就再也忍无可忍 直接当场怼了回去 于是便有了开头纳目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袁玉此话也是在内涵张继一当年的炸绢门事件 当年此事不仅闹得沸沸扬扬 而且张继一的星途都差点被赔进去 所以袁玉话音刚落 现场气氛便瞬间降至冰点 张继一更是直接黑脸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像这样哑口无言的事情 张继一还不止经历了一次 此前他与豪磊一同参加某档节目时 就以自己为例 劝借新人演员不要接烂戏 要选择一些高起点 否则就会消耗自己积攒的路人员 虽然彼时他说这话在理 但他却忘了自己当初的起点有多高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不偏不已击中了一旁豪磊的自尊心 于是他立马毫不留情地对其来了一波回怼 我也是很小就开始演戏 但是我没有子一那么幸运 就是他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就拍到了一谋导演的戏 然后他可能不用去拍非常多的烂戏 但是我是拍烂戏长大的 最终他也只能尴尬地笑笑回应 虽不知张子一有时说的话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 但可以得知的是 他的情商的确令人堪忧 直到看到汪峰拿出的一件臃肿的羽绒服后 才明白张子一没有嫁错人 2019年 张子一写老公汪峰登上了一档夫妻生活类综艺 期间 节目组特意为嘉宾们安排了几天长白山旅行 由于彼时长白山温度已经骤降至了零下十几度 所以为了不让老婆着凉 汪峰特意为其准备了一件十分厚重的羽绒服 只有这个才会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游泳 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游泳 我刚才说要穿这个 先试 先看合不合适 彼时张子一虽对这件土里土气的羽绒服抑制不住的嫌弃 但最终他还是顾及老公的一片心意 乖乖将其给穿在了身上 等一切穿戴好后 汪峰便开始耐心向张子一解释 这衣服的特别之处 论谁都不会想到曾经那么大男子主义的汪峰如今竟也有如此体贴的一面 事实上自从与张子一在一起后 汪峰的确就像是变了个人 不仅在生活上会将其给照顾的无微不至 而且还会时不时的给张子一准备一些小惊喜 尽管张子一十分聪明 提前识破了他的小心思 但对此他还是十分高兴 张子一过生日时汪峰也会提前布置 等他到达现场后再为他演唱他所喜欢的歌曲 后来张子一快要生产 汪峰就放下所有工作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等张子一生产完后 汪峰就会带上提前为他准备好营养品 外加一束鲜花钱去看望 简直不要太贴心 尽管两人生活中也会发生一些摩擦 但每次他们都会先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 在对方接受的范围内做出适当的提醒 或许也正如张子一所说的那样 在对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 所以才会格外珍惜吧